黑衣男子快步走到酒店门口 对着店内大声咆哮 双手摊开 手上还拿着疑似手榴弹 要大家赶快离开 接着下一秒 连续好几声的爆炸声 摄影机也被震到不断摇晃 现场瞬间弥漫浓烟 从另一个角度看 当时接上不少人潮 但就在爆炸瞬间 一听见声响 所有人头也不回 赶紧用手掩护 躲到七楼下 事发现场就在台北林森北路 这一家酒店门口 地毯被烧出焦痕 桌子也被炸到缺一角 就连对面大楼玻璃 也被暴力碎片砸中 整片军裂 更造成一名八十多岁的老汪 挂上纵衣 第一时间警方拉起封锁线 见识小组立刻到场采证 事发后不到几分钟 这一名二十岁的王姓男子 也主动到分局投案 近日曾经是有零星的一些酒后姿势的一些状况 至于这些姿势的状况 和今天这件事情是不是有一些关系 我们还要再厘清 但事发地点就在酒店 加上近日传出经常有人在这闹事 不免让人怀疑背后动机 幕后有无黑手操控 恐怕警方得查清真相 三零新闻正想 人红综上台北报道